月经贫穷是指经济弱势的女性无法取得充足且适当的生理用品 导致生理及心理的不健康 而这个现象在国际上逐渐受到重视 华联县府为了推动女性权益与友善政策 10月起13个护证事务所贴心设置安心庶眠宝盒 放置旌旗生理用品、棉内裤及食纸巾 免费提供给经济困难的民众 近年来月经贫穷问题备受关注 华联县府为实践国际终结月经贫穷、正式月经贫权 扩增妇女友善服务措施愿景 及推动全人守护、全灵照顾理念 今年10月起 在本县13个护证事务所贴心设置安心书棉宝盒 放置旌旗生理用品、棉内裤及湿纸巾 免费提供给置户所插工 尤其是经济困扰的民众 我觉得有这个蛮安心的 而且走进来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宝盒 很像自己的小宝贝这样子 而且它里面的东西提供的很完善 就是因为一些外露问题 它刚好又有提供内裤可以让你做更换 然后真的很安心 觉得来到这边很像回到家这样子 月经贫穷是指经济弱势女性 无法取得充足且适当生理用品 导致生理及心理的不健康 在国际上逐渐受到重视 县长徐真卫一直在推动女性的权益 以及友善的环性的政策 所以大家进来也特别在国际所关注的 我们所谓的月经贫穷的问题 县长也希望在整个全县都能够推动相关的各项的友善的政策 所以说花林县的附证事务所呢 是所有服务民众的第一线 那我们在13个护所里面为了响应县长所推动的 女性的权益跟友善的政策 那我们也推动了在这个护证事务所里面提供了安心 舒眠饱和 就是希望妇女们在急需要的时候 或者是说一般比较经济弱势的妇女朋友们 都能够来护证事务所来感受到我们这样子推动一个 妇女权益的一个友善政策 那希望各位乡亲朋友们有空的时候有需要都能够到护证事务所来这边 护证事务所作为第一线为民服务单位 花林县府为响应性别平等与月经平权理念 提供民众更优质且完善友善环境服务措施 各护所以厕所外设置安心舒眠饱和 不限性别免登记 让有需求者可在突发生理状态下便利取得生理用品 此外给予花林妇女更全方位照顾 也实现花林性别友善 共好有序生活圈目标 记者将帮彦华林师报导